嘿,大家好,我又见面了 今天呢 你看我有点汗 是因为 我刚刚做了一个热身运动 所以 今天要讲的东西是跟运动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看我 这里是我房间的一个角落 然后 这个东西是 还没有行动 管制之前装上去 然后一直都没有用 就是只用管制前的 几周就已经装上去了 不过就一直没有用 所以今天要挑战自己 他自己可以做多少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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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做 这个 这个的话 记住哦 就还没有做 这些动作之前 我最好是 有做了一个至少十分钟的热身运动 让自己先冒点汗 然后身体的 血液循环比较好 然后就可以 做这个 要不然就 默默然加大 容易伤身体 所以这个 今天就 给我自己看一下 可以做多少课 今天的这个拍摄 其实是 要跟大家说 就是前天还是昨天吧 就看到有很多人说 不出去外面 是不健康啊 做不了运动啊 这样子 所以问题是 其实你在家里是可以做运动的 如果你要扣气 有东西也就开个风扇 还是什么 反正我都有开风扇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 要有空气流通的 你就在你家里的阳台啊 或者在家里的那个 car porch 或者停车的地方那边做 也没问题啊 就不一定要跑出去嘛 所以 然后跑出去 虽然说法律不能够 抓你做十年吧 也不过 你也不能够 因为自私说 哎 我安全就好了嘛 没有人 我一个人出去 就OK 不过其实是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OK 现在出去的话 就好像超市啊 每个人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啊 不过问题是 当年很多人都是 以为自己一个人的话 哎 同样的地方就有很多人了嘛 所以 哎 现在那种公共场所 比如说 公园啊那些东西都已经不能去了 所以不能去的话 然后你要健康啊 所以就肯定要在这里做运动 所以 其实 现在最好的话 就是去网上找哦 好像那个 但是我做那个十分钟的呢 那个肉身运动 都是在 YouTube那边找不出来的嘛 然后找了跟他做一下 然后现在有点汗 然后现在我就可以准备做这个东西了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超过十五 那我试一下 先喝口水 好 好 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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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啊 个人记录 二十次 呦 我想我今天可以休息了 我现在可以去洗澡了 不过洗澡之前要先做一些酷当的动作 然后就做一些stretching 要不的话一下子会受伤 就让自己眉毛那么多汗的时候再去洗澡吧 OK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